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经过了那一步 那些东西 也有五十多万 就是这样 我是余若薇 记得收看《毓闻回客室》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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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便宜 在外面好像走过一样 已经已经通过了 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志 霾变大运厂 外面的大赛POS接近终点 暴暴遊,好永遠勝出這場香港 因為你敢... 歡迎大家收看3月4日的馬場USB 我是尤達 今晚很特別,因為現在在杜拜跑超級星期六的賽 其實是一個電視,我們是在那裡看馬 所以今天同時,因為明天也有場港澳杯 所以我們都會比較多些馬港 所以這一節的時間,我們就盡量給大家多些 今晚這個杜拜超級星期六的心水,大家就參考 其實明天除了港澳杯之外 其實這本是國際拍賣會的Catalog 今天很感謝師兄帶給我做禮物 但特意都要連這張東西出來,就要提一提大家 最後機會打比的入場 至於打比那裡,我們第二節先說這件事 因為時間很緊迫 剛剛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其實就剛剛已經跑完了第一場 即是這個月陽直播的第一場 即是那場的北風錦標 最後哪一隻拿贏? 最後就是去年金沙軒的貴軍無限次贏了 他上年金沙軒跑第三的時候 都五十個月,這次就一放到底放回來 第二就是那隻零利牛仔 零利牛仔就是上年高多分一里賽的貴軍 今年他縮回來跑千二,上次就贏了新達加短途錦標 今次就很後衝上來跑第二 而誰我拼的一出閘 其實他就跟著那隻無限次跑 然後最後也跑到第三 至於去年金沙軒那隻是怎樣? 他就跑得接近,我記得 我一時要按一按那個名字 但是他應該是四四五五回來 但是他那個四四五五都輸很遠 不過就想跟大家說一點點 這些賽事就算輸很遠 即是如果一隻很好地說輸很遠 他在這些預賽那裡 即是輸得遠其實都不需要介懷 尤其是跑泥地 我經常都開玩笑跟別人說泥地 今天你可以贏人三個馬位 明天你可以倒輸五個馬位給別人 那其實就因為那個場地那個 即是泥地的特質是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就算無語論比 今次他拍得不太好 但我覺得下次其實 到真正本戲大家拼命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鬥回來 所以就不需要太過戒懷 那講完這一場之後 其實距離第二場這個黃金之刀錦標 就還有幾分鐘時間 那不如就快快去給了這一場提供大家 然後我們再慢慢再 在這剩下的時間就慢慢再講 師兄你先講 那其實這一場馬 其實應該這樣講 其實今晚這個超級星期六 其實全晚的焦點就應該是這一場 即是在整排馬之中 即是那隻容後再決 即是在去年跑完海船門之後 一路就休息 就一直到現在才復出 其實他的目標都已經是 以為免這個司馬經典賽 而做目標 那今次他就 即是 都是叫做擺實擺下擂台 因為其實你看看同場的對手 即是 能夠逼近他的馬 就真的不是那麼多 雖然現在可能只剩下十多元 但是應該都 就是看一下他怎樣單期表現 就是唯一叫做可能 叫做刺激一點的 就是因為他這次就排十檔 就是看一下艾少禮 就是最愛檔 就看一下艾少禮怎樣 就是留守 但是如果你純粹講這匹馬 就是在這裏 就應該是聖望額一 至於 給多一匹大家參考 其實這一場馬 就是如果大家有玩過 有玩這個高多芬的夢幻馬房 這個遊戲 其實他就拿了這一場馬 來做這個 這個競猜的賽事來的 因為他高多芬有四隻馬出 有四匹馬 我們玩這個遊戲 就要猜這四匹高多芬的馬 最後是第幾名過終點 當然 在這裏他沒有可能選 Win 但是如果四匹 就是應該對手 應該是這四匹高多芬的馬 就比較看先少少 當然 如果你說純粹看人的 可能布宜鶴 貴為高多芬的第一主稅 他選那隻馬 當然有些參考價值 但是 但是其實 如果你再看近跡的話 我反而喜歡那隻四號馬 的重重有賞 其實這一匹馬 在上個月中的時候 就跑了一場普通的羊賽 但是這場樣賽獎金都不低 十六萬美金 如果在杜拜的水準來說 都是僅次於三級 因為杜拜尾單都有很多 但是如果 拼到一場普通的樣賽 十六萬美金 都叫做高水準 還有這一場馬 他當時 范爾城 就揹到一百三十二磅 走位都很機靈之下 其實就 在二百米 就一早就已經凸了出來 最後呢 就頂住 頂到終點了 所以 但是今次 他又揹回少 揹回少 這個九磅 對這隻馬來講 就很好跑了 還有這一場馬 因為他只是一場二級賽 他也是獲容後再決手 讓他三磅 所以這一場的一百二十三磅 其實就頂著素 另外 再給大家多一匹參考 就是這匹老王宗 六歲老王宗 就是戴圖里那匹迪倫街勢 同樣都是 他也是 他也是 在那場的賽事裡面 他就排了第三 都是輸很少 但是他那場都追得 都在前面走到 沒斷 才被一隻重重有賞過了 今次 騎斯換了 由菲爾崇換了戴圖里 那個配搭上 當然是差很遠 所以這一場 馬不多 我就給三隻大家參考 就是十號的容後 就可以指定行頭 再拖回四號的重重有賞 和六號的迪倫街勢 都不說太多 因為這隻容後再拒 我開節目之前 跟尤達師兄說笑 我跑三隻腳都贏了 對著這組馬 衰點說一句 這組馬 如果擺一隻 可能擺一隻超有利內跑 我看都有得吃 這組馬 容許我講 講幾隻 講一下Daramouf 六號的迪倫街勢 這隻馬 我經常談到一樣 走出意大利 就不會走 這隻馬 這隻馬在意大利是很厲害 意大利唯一沒有賣出去的 即是有些叫做 你知道近年 我們上個星期講 意大利打比 你都知道 沙波安餐 打比的一二四名 都賣出去 第三名本來都想賣出去 不過過不了首衣 所以就賣不到出去 這隻馬 這隻馬 唯一 他沒有賣出去的意大利打比冠軍 他在意大利收了三個一級賽 但這隻馬 其實為人有一個救病 就是他走出意大利門口 就不會跑 即是他去到德國 但他在意大利是很厲害的 這隻馬 但是去到尾丹 跑兩場的那些洋賽 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始終都是覺得 一般我自己會覺得 然後其實其他的高多分 那四隻 其實你講真一句 跑這些這樣的賽事 好像那隻什麼名氣小弟 你好像這一隻這樣 這一隻其實真的比較差 你要跑到交沙地 跑到三千多米 通常馬房不會很重視這些馬 那你這場給什麼 其實就很簡單 我再講多兩隻 就是選賢能在新加坡跑 因為快要開跑了 你先講給人聽 那我覺得也是十號Vin 但是你問我 我就會想看那隻七號 那隻不形衣式 第一次考二千四 雖然 但是始終我都是駁他後山 還有這一組馬也不太強 兩次跑尼地 尼地跑得一般 就是一件事 那搏一下可不可以走進來 其實其他那些都真的差很遠 所以這一場 我就提供十號的容後再決 回答四號重重 有上六號的迪倫街勢 阿拉拉都是 就是十號的容後再決 十拖四六七 聯合提供 好了 那大家一會兒跑完 會告訴大家 那賽果是怎樣 那現在講到第三場 這一場 納哈爾塔錦標 這一場就是高多分一里賽的預賽 那其實這一場馬呢 就是 如果大家看回去 都有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馬 即是有些極地河村 這個 布莫迪 靚愛神 那些都是一些 作為大里岩那些 都是一些 曾經都在 越陽直播都見過一下 那其實這一場馬呢 比我來講 就看上去就好像那批五號的強勁搖滾 就比較出色些 但是呢 就是一件事 你這些馬 你現在去到這個 歲數一些就馬到七歲 跑到差不多五十幾場 雖然賽職就很高 但是他所得的獎金就不是太多 就算今年他在尾丹開季 叫做贏出了四次 就兩個win 一個第二一個第四 那就是比較跑 就是反而呢 我就喜歡他在 就是 剛剛對上那場贏 就贏得都幾有說服力 那 就是如果在這裏 他跑回這個路程 那其實都都 路友專長都 都比較穩健一點 那高多芬呢 高多芬呢 高多芬呢 就也是 就是這次 這場就只獨出一隻 這個大里癌 那 他跟莫艾成呢 就有些 合作 就是都合拍過 拍檔過 都交出的成績都不頑皮 那對上三次 他跑到一個win 兩個第三 那 那這隻馬呢 又是 又是一路慢慢上 那 如果大家再看他 他在美國的賽職 就是對上五場之前 跑那個 印第安納打比 其實那場馬就 都輸得都幾遠 但是 之後呢 就已經是 休息了 其實說的是 兩年前 那 然後呢 到去年呢 就是跑了一場 普通的樣賽之後呢 就一路就休息了 因為這隻馬本身是有點傷患的 那 但是這次 他 由一月開始 跑這三場 其實都從最佔進 那隻馬都是 就是 叫做主場 在尾單 你很多分都 都 都拿出來 都拿出來 那這隻馬 也是可以 值得留意的 那 所以呢 當然啦 你說如果講賽職的 就 另外一筆 又是 又是都幾近 都幾 都幾 ok的 就是 就是後面 這一筆的 十一號 這一筆的 籌謝神恩 那但是呢 我就稍嫌他這一點 就是 就是他 就是他 對上兩場跑的賽事水準 就真的比較一般些 那 尤其是 對上一場 他都尚且都還要輸給 那隻強敬堯 兩個幾馬位 大宜門之下 這隻 這隻咸頓油獎的馬 那所以 那但是呢 他現在跑回來 這些又 又再揹輕一點點 那看一下他 就是怎麼發揮 所以這一場呢 我就很簡單的 有比較亂 但是比較 有比較 一支獨秀的 就是五毛的強敬堯 八米糕 那 可以留意了 戴里岩 還有 剛才我說的 十一號的 籌謝神恩 五八十一 我就覺得這一組馬 很多都是那些 老弱殘兵 那些 有很多奇鷹的 那我就 先說一隻 都奇鷹 都幾奇鷹的馬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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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餐廳 他贏了今年的 麥通 第一輪邀請賽 即是 撐人家那些馬 還沒得 那時候呢 自己頂了 先 老實說 八歲老馬 都沒有什麼奢望 對他都 不過這組的對手 真的很差 這樣 就 看看可不可以 繞回來 另外 跟他一起 聯絡 那隻 那隻 極地何處 其實去年 他在亞聯遊 這隻癡馬 即是 在去年 他在亞聯遊 跑那些 基本上 那些癡馬賽事 他是橫掃 差不多 那些亞聯遊 一千堅尼 亞聯遊 甚至 他跑亞聯遊 打給他 也輸給 然後 跑美國 三貫 天上樂園 那你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 這隻極地何處 雖然近兩場 都不是跑得太好 但是 我始終覺得 這些 賣 不會說 四歲 跑不回來 那大家其實 都是要留意 那 另外 其實 我們都選 那 另外 其實 你說那些 好些騎士 即是 蘇敏雲 比較 幫人注意 那隻 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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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始終我不喜歡 他跑道拜 跑那些賽事 他幾場馬 都輸很遠 所以 對上一場 防火線 第三個輸 輸給頭馬 北美洲 都是那句 我經常覺得 跑泥地 就 不需要 太過戒懷 那個 勝負距離 都是那句 今天你可以贏三個馬位 明天你就可以倒輸五個馬位給人 所以 我覺得 都是看回 九十一對馬 那隻 極地河川 和那隻 三星餐廳 我覺得 這兩隻 都會比較 可以信賴一點 極地河川 其實我也有想過 不過 我就擔心 擔心 先擔心 先擔心 容後再決 輸了 第二 第一 就是那隻重重有賞 即是 四十 第三是甚麼 第三應該是白帽 暫時還未看到 但剛剛看著容後再決 他入直路 其實都受困了很久 而 騎士受困 其實他沒有甚麼意識 拉出去 所以大家都 雖然他輸給 有些人會說 這樣也贏不了 但 不需要太過介意 我覺得 他都沒有意識 拉出去 第三應該是那一批 七號 不形於色 即是 我們應該都三重彩 三重彩 不過就 兜亂了次序 就好分少少 是啊 都是這樣 所以我其實就 講回剛才那隻 極地河川 我們是比較擔心 就是 因為他跑完這場之後 杜伯成 騎了另外那隻 木定口鱈 就飛了他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場 輸了就飛了他 還是他選了這隻 馬例騎 但怎樣都好 他那個 又講回頭 去年那個阿聯酋 打比那個方 就真的 不是太過 可以接受 天上樂園 去到貝蒙 都跑到第三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天上樂園 後來回到 待會我們都會講 回到日本之後 他 跑一些低級數的賽事 他都發揮不到 但 那隻馬都可以看 他待會怎樣跑 好 講到 講完這裏 就講一下這場第四場 這場 絲伯草地錦標 短途賽 這一場 其實大家都知道 都是 改了名字 還有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其實這一場馬的前身 都 那個性質都是一樣 都是阿喬斯的預賽 來的這一場 但今年阿喬斯改了路程 對 所以 這一場預賽 都連名字都改了 就叫做絲伯草地短途賽 還要是 這一場賽事 這個是三級賽獎金 但是 只是一場 是一場 的 普通賽事 不是 急濟賽 那這場 那 香港 發營喜 就跑了 那我先問一下 你先 你怎麼看發營喜 老實說 這組馬 又不算 很強 你看到 都退出了的大激鬥 本來都想在那裡跑 跑的 結果就沒有了 那你其實對 都是對什麼 麥斯閣下 對那些 就是我們以往 杜伯月陽轉播的 那些老朋友 應該其實就沒有問題 但發營喜 挑剔他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他要跑1200米直路 因為其實你跑直路的1200米 他需要的氣量要求 又會高一些 高很多 對 第二樣東西就是 上一場馬 臨場見到他很大汗 其實就是 考驗適應 老實說 你問我這一組馬 如果這組馬 將這16隻馬 搬到香港跑 我覺得 放龍城勇將在那裡 都可以跑到位置 但是 發營喜 又比龍城勇將再低一級 那 不回來的原因就是 既然都過了去 那不如跑多一場 所以才跑這場 那我就覺得 如果在香港的盤 真的太熱 那我就一般 但是我自己 就會比較看著 那隻 重林貓 那 那 那 重林貓 上一場 他就輸給今年 大家都要記住 今年的 亞喬斯 的擂台 澳 天進 輸很遠 但他輸三個馬位 大家都要認住 那 重林貓 在英國那邊 其實都是一隻 算是好一點的 對比起這隻 他在英國其實都是一些二線的 短途馬 跑一千米 那他跑 Kingstand 都跑過第四 那這組其實是夠用的 你不是我的話 但是這組其實是夠用的 他在杜拜 適應了 而且很老實說 他去到正賽 如果他再對著 擂台 等到澳天進 我認為澳天進 即是先說定 我覺得華安庭 是不夠他跑的 如果你問我 他去年也是僅僅輸給 那隻緩衝之計 這隻重林貓 我覺得在這裏 都要先吃了 另外有一隻 其實都是老友記 那隻 默斯閣下 這隻 這隻 這隻就是老奇鷹 但是 你新的那些真的接不到 那些 你放西瓜出去 都找不到那些年輕人回來 那就要靠老人家 所以我覺得 是要收拾一隻 默斯閣下回來 另外還有一隻馬 雖然他幾次都 都輸到很遠 但是我覺得 我想給他一次機會 那隻14號 那隻Tuber 那隻淘美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他來香港之前 他是贏過一隻 魔高一仗 即是大魔 大魔現在 又是扔西瓜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那隻 他也都 在英國 其實考那些洋用賽 就OK 但是這隻馬 他有個都幾麻煩的地方 第一 他是千六馬 他現在縮回來 但是他 而且這隻馬 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他很神經質的 只是說 那些 跑心情 根據外電報道 訪問 這隻馬 懂得想法 還要是經常性思考人生 但是他不思考人生 那一場就 不錯的 OK的 這隻馬 所以我自己就把這隻Tupi 我覺得 而當一隻大冷門 既然你都跑得贏 魔高一仗 魔高一仗 在香港都可以接受 他在200 他都給到200 這樣的分數 現在三十多倍的 我便選擇這隻十四號 我先補充一下 剛才補充一下 大激鬥沒有退出 大激鬥又跑 八號大激鬥又跑 這隻老友記 大家都見了很多次 其實都要聯絡到 你是要對著大激鬥 所以這一組馬 發型起 其實就不是彈他的實力 是彈他的適應 和彈他的千二米直路 我自己是叢林貓 麥斯閣下 和那隻Tupi 那隻十四號 那真的是七十一十四 對呀 閣下看一隻十四號 不要思考人生 其實我都差不多 我都是馬膽 我都是喜歡叢林貓 起碼 剛才你都說了很多 尤其是我喜歡他 前一仗 都叫做跑過直路千二 都照他適應了 那對上一場 就縮回去 無緣無故 縮回去 縮回去 短二百 當然是又速一點 又難走一點 所以變成最後都輸 輸給奧天進 都整個幾馬位 但當然奧天進 你剛才都說了他 多麼厲害 那所以這隻馬 你落回來這裏 等於 等於 你叫一隻崇山寶 走去五班跑 應該都吃著了 那至於配腳呢 配腳那裏呢 我就會看一隻 就是四號的終極力險 其實這一匹馬呢 當然 他級數上 可能就未必 跟那些 松林貓那些 未必夠 不是啊 他低松林貓兩分 他這裏都給八一分 對 國際平分 但我講他的賽事的水準 他對上的 他也是跑那些 表列賽那些 都不是說去到那些 一級的賽事 但是 亦都是這樣說 他對上一場 就是 贏了 2月11日 他那一場 又是跑那些 直路千二的尾單 他又是跑得又是不錯的 他真的 應該這樣說 他對上三次 跑這個同程 他都是兩邊一個第三 他要慢慢上到這裏 其實他這隻馬 也是夠用的 所以這一場馬 我就簡單點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這隻 7號的松林貓 和4號的終極力險 其實就簡單點 就是7拖4 11 加上我那隻 經常性思考人生的Trupy 希望他不要思考人生 跑一場好 那剩下時間不多 我們快快去講完 最後兩場 這場 叫做 一級賽 我想給我講一下三線 因為其實 我今天臨出門口之前 其實我自己有點心疼 我剪漏了一條片 我應該剪回他 贏美麗威威那一條片 美麗威威是什麼 就是今年來了香港 高東來一隻85%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 早一點來 早一點適應 現在其實他的雜誌是不錯的 他早一點跑打比 其實他絕對是可以 應該佔一個位 但也不要緊 他就贏一隻美麗威威的 這一隻馬 我希望 其實他跟著 其實就是 贏完那場馬之後 就走了去土耳其 我經常都說 土耳其 其實一般的賽事水準 就一般的 除了有一個 叫他們 叫做 他的大賽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大賽日的獎金 是比其他的 賽馬日零石高 很多 所以他引了很多 叫做 不是用來配種 但又很有實力 那些馬就有去淘金 這一場 他贏了一場二級賽 其實那天除了有一場 二千四 還有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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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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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的群組 所以他找到這隻馬過去 然後再贏了一場群組 我自己覺得 其實高多芬 其實也挺重視這隻馬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看看血統 他老爸就是杜鮑苗 那泥地 如果基本上 他們那些 在高多芬 他一定是試好了 所以他才會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熱呢 我自己覺得 都問題不大 這隻馬 又這樣說 其實如果你說這隻 叫做晉升 其實在那個 我剛才開場 提到那個 那個夢幻馬房 高多芬 這隻馬 他平得很高 亦都是 現在綁手 那群在玩的人 其中一匹正選馬 所以這裏 可以給大家看 我只是希望有一件事 我希望 遲些做馬場USB 將來講新馬 講美麗威威 我就可以講 他輸給那隻 將來贏了一級賽的晉升 郭紹明先生 應該會很開心 希望可以有這句 對白痕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 除了這隻之外 只有八隻馬 另外還有一隻 我想選一隻 中國馬王 特殊戰槍 因為老實說 去年他就贏了這場 對 因為太少馬跑 他又可以放前面走 這樣就信賴這件事 希望他可以 跑得好些 其他那些 另外還有一隻 反擊勝戰 其實是可以的 這隻馬 其實在英國那邊 在那邊 跑到 Group 2 都可以的 不過他跟貼馬 跑開 但一落地 他就贏了 Matoon Round 2 這樣就看可不可以 他一落地 跑到泥地 有這麼好的表現 我覺得這三隻馬 應該在這裏 都可以控制 三四五 那我就會秤高 這三 然後是四 然後是五 其實我和你 有少許出入 但是三號 大家都沒有什麼反對 我都很喜歡這隻 三號 因為他真的 進步得很驚人 還有 都要相信 那些在玩這個遊戲的人 雖然我也有玩 但我沒有選這隻 除了這隻之外 我想有些人會問一下我 為何這隻天上樂園 這次 說慢到膜 其實呢 我就想說少少這隻 這一場我講完 就去下一節 這隻天上樂園 其實當然 剛才你開始的時候 都有說 他跑了 他是第一匹日本馬 就衝擊了美國三貫賽事 其實他每一場 除了那場肯踏機打比 叫做 落後了遠一點之外 就跑了第九 其實在必利市 背夢之後 還要上名 但是其實跑完 跑完那個背夢之後 其實他都 我以前 休息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 休息得不夠久 其實你回到日本 他跑第一出 就是第一場 第一場 跑了巴西杯 就好像跑得 跑得幾好 就跑第三回 很輕鬆 但是之後 那兩場 其實都輸得 挺遠 尤其是中間那場 叫做 那場 那場 三級賽 叫做 東錦標 那場 輸給那隻 即現在那隻 將會跑 杜拜世界杯那隻 那隻 那隻 Apollo and Kentucky 輸得七個馬位 之後他再去中京 跑那個冠軍杯 他又是 輸得挺遠 回來 名次很厚 那我就稍嫌他 其實就可能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他跑 在美國跑三冠賽事 跑了三場 所用的那個力度 和那個體能 是很緊要 我稍嫌他 其實飛回來 就不是很夠 所以他跑完那場冠軍杯之後 他現在 那麼短時間又來 那 真是不知道他夠不夠 但是又這樣說 其實我要說一件事 這幾年的阿聯酋打比 去年就是天上樂園 前年的莫他協 都是破不了那個魔咒 就是贏完之後 都沒有什麼好 就是那個賽之後的演出 都不是太好的 但是今次 抬到那個莫亞 就叫盡人士 其實再之前 阿聯酋打比 有些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托十紐約 紐約祝福原本說 配總 配總不行 現在又要拿出來跑 再之前就是喜連巨星 贏過 其實贏過那個水準 阿聯酋打比的水準 其實就一般 但是呢 就為了一些人 要去晉級跑 狠塔基打比 就給那些 非美籍的馬 就在那裡拿來爭出線 因為那裡其實都 贏過那一場馬 都值50分 如果狠塔基打比 那個賽事來講 那所以呢 所以就說回 這隻天上來 大家就 就是 補得太熱 其實真的不太直播 但是呢 我覺得他這場 應該會有些不同的發揮 就是莫亞的發揮 遠遠一定是好過內鐵 師兄就分了 有些東西可以幫他兜 其實這隻馬呢 其實我看過英國 在美國跑過三場馬 其實武蜂都刪得很厲害 才可以跟得到 他是騎足全程的 所以武蜂 武蜂都要騎足全程的外田博幸 騎不動這隻馬是很正常的 這次有個摩亞 應該會跑得好 所以這隻要留意 還有還有一隻 就要留意了 因為呢 現在還有時間了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 但是呢 過場的時間呢 剛剛其實呢 剛剛那個星期日呢 就是我老友 後騰浩輝呢 就兩周年的忌晨 那麼呢 因為其實那天都沒有什麼 怎麼準備 所以今天呢 我就準備了一條片呢 就給大家重溫回他 在安上的英知 那麼就 以代表我們對後騰浩輝的 一些懷念 那麼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繼續講一下杜拜賽事 先頭アドバイヤ個人 アドバイヤ個人 アドバイヤ個人 先着降臨 2番手ダンツフレーム アドバイヤ個人やりました 3年6ヶ月ぶりのG1制覇 すいません今日は笑わくことができなくてすいません また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ので 本当に これからも応援し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度は マイネンデフォルト先頭 マイネンデフォルト1マシンのリード マイネンデフォルト終わり マイネンデフォルト 晃 打 prospective,阿洛霉丹的強烈 我已被奉迷你了 我会得到你了 今天发生不变比 我当中不变地 我送给你一名 目的是不变秀 我不会太帅 超和モダン 超和モダンだゴーリン 超和モダン ガッグポーズを見せた 雄叫びを上げました 後藤広木 本当にサッカーの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皆さん名前も知らないですけど大好き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エリンコートが エリンコートピュアブリーで吠えるキャプター エリンコートだゴール ヨンボンゲリンコートデオイ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